哈喽各位晚安 我是博盛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那博盛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这一款是Yaris Close Yaris Close的影音系统 那我们开始从萤幕的左边开始帮各位介绍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按钮的部分 它是我们的Menu 就是我们的主要键 就是我们返回主要画面的一个功能键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返回上一页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声音大小声 声音大小声 第四个是小声 然后再过来第五个呢 它是声控 那它这局限移就是说 在我们的Apple Cabaret 还有NJ Auto 连接的时候 才能启动这个声控的功能 那最底下这里有一个插孔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Type-C的一个插孔 Type-C的一个插孔 那上面这里有一个洞 那这个洞是做什么呢 给各位做个说明一下 那旁边这里有一个洞呢 如果说音响有当机的话 我们准备一个回魂针 在这上面这个洞搓一下 它就会有Reset的一个功能 Reset的一个功能 那底下这是Type-C的插孔 如果说我们有需要插手机 或者是说插USB 有Type-C的一个转接头 插USB也可以使用 这是我们Type-C的插孔 那它的一个Menu 电源键开关在这里 那上面这里有麦克风 如果说你电话进来的话 麦克风在最上面这里讲话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主画面 返回上一页 声音大小声大小声 然后声控 Type-C的插孔 Type-C的插孔 那我们在音响 这是主画面 可以看得到这里是多媒体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的时钟 日期跟时间 还有底下这边是我们的温度 那因为这台车有4G联网的功能 当你要使用之前的话 一定要先去我们的 我看一下 在我们的连结服务里面 你要使用这台音响之前的话 一定要到我们底下 12345 第五个 第五个功能里面 第三个服务的项目 你要先做车主认证 车主认证 那这边有QR Code 教你如何去认证的部分 你下载我的APP 点进去 那它会出现我们的QR Code QR Code 你是Apple或者是安卓的 你只要扫这个QR Code 然后就会下载 在下载我们的APP之前 一定要先去登录 我们的注册核胎会员 我们的MyToyota 你要先登录会员之后 然后我们的手机会下载 我们的Driver Driver家的一个APP 去绑定这台车 然后我们车载系统 就会认证登录了 那记得一定要先注册 不然有一些车载系统的专属服务 是没办法用的 那我们再复习一遍 当你要使用这个音响之前 一定要先按我们底下 12345 第五个功能键按一下 会显示我们连结娱乐跟服务 点服务的部分 有一个车主认证点进去 车主认证点进去之后 这边有找到我的APP 点一下 那它就会跳出有两个QR Code 一个是Apple 一个是安卓 那你要去下载这个APP之前 会建议你要先登录我们的 買TOYOTA成为我们的核胎会员 然后再去下载这个APP 去做一个绑定 这台车的一个资讯资料的部分 然后车载系统 就可以认证登录了 记得你一定要认证登录之后 它才能开启所有的功能 那记得使用这个音响之前 一定要先做这个认证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认证的一个介绍就到这边 待会我们会一一帮各位 做介绍我们这些功能 一定要先认证 那它车主的服务专区这些才会开通 这些才会使用 包括我们的讯息中心这些才会使用 一定要先完成我们的车主的一个注册认证 其他的功能才能开启 其他的功能才开启 那如果说 博勝介绍到这里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在我们底下资讯栏留言 如果觉得说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在资讯栏留言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会一一帮各位做个一个回复 那我们今天这个绑定 我们视距联网的一个注册功能的部分 就到这边了 那我们 因为功能比较多 把它分开来跟各位做个介绍 那我们今天这个介绍就到这里了 那待会会有另外有多媒体各方面的介绍 然后帮各位再做个说明 那感谢各位的观赏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再帮我们分享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各位拜拜